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 柯南原版575-576集 海外插封版626-627集的慢改案件 黑色洋装的不在场证明 这个案子居然是个慢改 我一直以为是原创 既然是出自老贼之手 那本案的动机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那聊聊几句 比整个案子都要精彩 一个氛围不对劲的夜晚 女孩小美正在和好友眼镜姐打电话 电话中 似乎是因为小美的原因 害眼镜姐失去了男友 惹得小美道歉连连 但眼镜姐高情上 说那不叫失去男友 那叫看清了男友 说吧便跳开了话题 问小美买好了没有 明天要穿的衣服 这让小美脸蛋一红 捏起了身上的洋装 买好了 我现在正穿着呢 真希望明天早点见面 原来二人已约好第二天碰面 说着小美还是坠坠不安 良心生疼 那个我们两个还是好朋友吧 当然了 我们到死都是好朋友 不信的话明天就证明给你看 眼镜 小美感动无比 然而挂了电话的眼镜姐 却浮起了不妙的 毕竟案 画面一转就到了第二天 毛利陪着原子小兰逛了半天街 此刻正在咖啡馆小气 这让她知乎可悲 对不住休假的自己 柯南小作安慰 反正你也没有案子可见 鲜得很啊 看来为了让大叔觉得陪小兰出来 不须辞心 柯南高低要给他整个案子 眼看小兰原子也一起揶揄自己 柯南还在一旁助攻 大叔有点刺激摆起了长辈的架势 反正你们买衣服前要先给我过过眼 这让二人面露为难 什么 难道你们要买那种让长辈反感的 好比说肚脐露在外面的紧身露肚T恤 或者是露出整条大腿的中国旗袍 啊 那是你个人的喜好吧 大家不要批评 这是大叔的良苦用心 因为他身至一个色狼的心 所以就格外提醒 因为他就是色狼 所以觉得外面都是毛利 小兰尴尬解释不是那种的 但还是在毛利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下次再被吐槽自己毒马 他就拿出来叨叨 这时咖啡店又迎来一位客人 其惹眼的打扮一下子中断了话茶 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那是一个哥特风打扮的妹子 小羊群 假发 浓妆 非常齐全身被浓浓的哥特风包裹 特殊浓烈的风格 别说在普通人里 在个性打扮的人中 也是很惹眼的 毛利欣赏不来 结果小兰原子几乎可爱 原来这叫哥特萝莉打扮 风格来自吸血鬼德古拉之类的哥特文学 但打扮有点娃娃风 所以深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老柯解释道 这是电视上说的哦 厉害了 洗衣机应该是那种跟女孩子也很聊得来的人 而且不轻易抨击人家的喜好 应该跟女孩子不缺聊 于是立刻想起了一个难聊的妹子 画都画了 会有她穿上萝莉状的热物就交给你了 然而毛利持续鼓板 声音还愈发响亮 我才不允许你们穿着那种戴面具游行的样子 结果刚说完 就撞上了哥特美哥特的目光 原来妹子正要出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说别人的坏话 说的太大声 要不是毛利 又是一宗血案 他竟然抨击我心爱的洋装 我不能原谅他 毛利有点尴尬 以为妹子是被自己抨击走了 你也知道你说话难听啊 幸好服务生告诉他 妹子只是看等的朋友还没到 先去上厕所了 咱这的卫生间在外面 真是一个好有智慧的咖啡厅 众所周知 厕所是个故事频发的地方 就算是死神家的事务所的都难逃buff 众人继续喝过剂 然而过了十分钟 哥特妹子都没回来 毛利认为这并不奇怪 女人去洗手间的时间都很长 这时又来了一个女客人 和刚刚的哥特妹不同 她一身非常普通的上班族打扮 显然正是片头的眼镜姐 眼镜姐一进来 就询问哥特妹来没来 原来这里就是她和小美约见的老地方 得知那哥特妹去了洗手间 她先坐了下来 表示等下再点单 然而还在单时 她却不慎把手边的哥特妹的杯子打翻了 一时间 玻璃渣和白开水洒了一座位 取久 柯南这边都喝干净了 要走人了 哥特妹还没回来 这让老柯有点依依不舍 放心 是你的就是你的 此时一家继续逛街 只见小兰和原子消失了一会儿 回来时就给毛利递上了大包小包 原来毛利能用的不只是脖子 毛利想看看到底买了啥 却遭到了阻止 这让大叔这个长辈怒从心中起 呸唧一下就扔了回去 自己呢 扑尸 只见小兰原子刚拿到手 就被身后一个哥们偷袭了一冰淇淋 两根冰淇淋竟不偏不倚的 戳到了二人的背上 持冰淇淋的是个歪国人 见状他疯狂道歉 语速快的柯南都听不出是哪国语言 两人懵逼之时 一只大白手却伸向了地上的手提袋 被柯南带了个正着 这几个人是冰淇淋强盗哦 原来 两人是一伙的惯犯 用的是当下很流行的犯罪手法 一人负责故意用冰淇淋弄脏游客的衣服 然后用快得听不出内容的语言道歉 接着另一个人就趁游客放下行李 用双手打理 又被道歉语言整得很懵逼时 刷一下抢走行李 俗称雪糕刺客 电视上是这么说的 说完时 两八国人已经气高而逃 这个强盗没眼力见啊 旁边可是有家长的 难道大叔真就除了脖子毫无用处 眼看衣服弄脏 毛利建议二人干脆换上新衣服 这却让俩人面露为难 但衣服还是要换 二人来到公园的洗手间 然而进来后 发现每个坑位前都排了长队 每个妹子手中都是一个购物袋 看来今天雪糕刺客浪费了不少雪糕 这时一个大姐等不及了 锤起了眼前的门 原来她来这已经半个小时 门后人愣是没有动静 太没礼貌了 小蓝小座安慰 说会不会是 突然心脏病发 昏倒在里面啊 没错 不要以恶意揣测别人 她可能这是出事了 原子觉得再猜也没有意义 她也不是没有过类似遭遇 啊 于是直接爬了上去 啊 原子还敢上公共厕所 真是个奇迹 原来那位哥特妹子死在了这个哥间里 难怪她不开门 木屋警官瞬间赶到 很快确认 死者正是偏头出现的小美 现场还算干净 小美坐在马桶盖上 只有脖子有道深深的勒痕 勒痕旁分布的急栓线 让木屋警官都能判断 这是一个被勒死的人 急栓线的字眼 让两个妹子有点好奇 钢木正要解释 柯南老大却迫不及待装逼 你平时装就算了 这个连钢木和木屋警官都知道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抢这个风头 难道你就是为了风头 不按之时顺便 柯南解释 一般被勒死的人 由于不太愿意被勒死 会情不自禁用力扣绳子 于是留下被自己抓出的深深抓痕 算是一种他杀的证明 由于是被一个叫吉川的警察发现的 所以又名吉川县 一番装兵 毛里有点无语 这又是从电视上面寻来的吗 嗯嗯 一集没放完 电视都被三次过了 这种感觉好像在说 你们根本不会看电视 毛里给木屋警官回顾了下 今天遇到哥特妹的经过 这让木屋警官不仅注意起来那位 来找哥特妹的眼镜姐 死亡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之间 反锁厕所门的方法并不艰难 只要用拖把戳一下门窗就可以 而这个门 是个人都可以跃得上去 来到门外 这里还有一堆急待接手的人 原来这个厕所 每到这个点 就会非常高人气 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这么紧 根据当时垂门的大姐表示 她来的时候 这个门就反锁了 但门后时不时响起的手机声 让她知道里面是有人的 不称职的梅花人 应该直接快见到是个死人 原来死者的手机 在过去两小时内 一直有个人打电话过来 说着她又打了过来 木屋警官想做接听 响起的正是眼镜姐催促的声音 你怎么还不来啊小美 我等好久了 这个 眼镜姐瞬间赶到 让她过了眼尸体后 众人正式开盘 好一位趁手的嫌疑人 木屋警官和毛里都非常兴奋 然而眼镜姐的话令人失望 她表示 她今天根本还没见到小美 一直在苦苦的等待啊 众人决定回那家咖啡厅看看 留一个高木看守厕所 而不是看守现场 临走时 名侦探原子发现了点不对劲 她发现 这个尸体 哥特德不太彻底 其指甲颜色竟然是原装的 一般来说 会涂成黑色或者白色才对 没关系 她都被杀死了 还有谁比我哥特 来到咖啡厅 众人很快了解了来续 原来哥特妹进咖啡厅时是12点56分 这么精准 是因为她一进来 就跟服务生询问了时间 明明她自己离世中更近 而服务生根本没有眼镜 几分钟后 哥特妹就去上厕所了 去了十分钟 眼镜姐就进来了 当时是1点12分 这么精准 是因为眼镜姐一进来 就cue了下时间 随后眼镜姐就进入了等待 其间她曾让服务生去厕所帮她看看 但服务生在附近厕所 没有看到哥特妹人 PS小美尸体是在较远的公园厕所 木警官明白了 如果眼镜姐是凶手 那她与空园杀完人后 必须立刻赶来咖啡厅 但这段路至少要15分钟 然而哥特妹出门10分钟后 她就到店了 这显然是不够的 柯南小作提示 按示死者的妆很浓厚 如果花那种妆 再换上一样的衣服 那岂不是不分你我 谁是谁都分不出来了 这儿木警官和毛利大吃一惊 拓宽了调查方向 那就是来咖啡厅的哥特妹 到底是不是小美 然而 这连观众都能猜到的伎俩 根本只是个小铺垫 在这个基础上 老贼又增加了更多手段 更多细节 只见木警官 向查证哥特妹经锁过的菜单 有没有指纹 结果查证不能 原来由于眼镜姐打翻了水杯 她表示自己已经把指纹 连水一起擦掉了 不仅是菜单 还有沙发桌子 可能留下哥特妹指纹的 她都擦过了 这让她非常自信 这么说来 我会被当成杀人凶手吗 警官先生 说着她又物资抱怨 实则提警 说可惜水杯也被打破了 这让众人意识到 如果水杯被打破 就会立刻被收走 扔掉 不过有机会清洗 被擦拭指纹 众人立刻见了回来 便呼叫剑师客 趁这个时间 燕青姐又主动请鹰 说要不要去小美 买哥特群的店问看看 好大胆一嫌疑人 竟然敢叫木木警官 来到服装店 项兽小姐指出 小美昨天确实来买了这身衣服 那么只有她一个人买了这套衣服吗 眼镜姐立刻主动盘问 项兽表示 非也 这件衣服虽然是昨天才开售的新款 但是一开售就变成了爆款 当天就卖完了 毛里说话很直 那这位眼镜姐有买吗 眼镜姐当即立打断 说那她就没有机会买 因为昨晚她在外地出差 今天中午才到达这里的 她的同事全程同行 可以证明 一时间木警官似乎白费功夫 可惜柯兰已经盯紧 非要将其证明 她的确没有机会买那套衣服 可是凶手又很有可能就是她 柯兰表示 她是真的很像啊 谁能懂 这时 小蓝原子趁来服装店 用身衣间换了新衣服 这让柯兰十分欣慰二人的心态 都发生杀人事件了 你们还要换罗里的衣服啊 但她很快就打脸 接着原子也走了出来 可小蓝穿得一模一样 这让柯兰也知乎奇怪 原子解释 这叫闺蜜服 这两个关系很好的女孩 穿得一模一样 这让柯兰突然想通了什么 于此同时 木警官接到电话 见证科在打碎的水杯上 真的咽出了小美的指纹 这让毛利当场将眼镜姐无嘴释放 眼镜姐也准备走人 坐坐的看了一下时间 结果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突然脸色小变 这让柯兰看在眼里若有所思 于是给高木拒了电话 根据柯兰的指示 高木观察起了厕所 结果真的在另一个隔间里 发现了一个特别干净的卷筒盖 也就是用来挂卫生纸的那个金属盖 柯兰净便宜亮按刀博来 木木警官这边 虽然证明了凶手的不在场证明 他还是感人的想在努力努力 因为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一看木木警官这么努力 柯兰也想做提示 为什么碎掉的杯子上没有沾到口红呢 却被眼镜姐剥了回去 可能小美一直没有喝水 柯兰继续努力 可是你为什么要坐她的位置呢 如果你不坐 也不会摔碎她的杯子了 眼镜姐终于面露难色 可惜柯兰突然助纣为虐 坏蛋 人家想坐在哪里学见自由吗 而且被打破的杯子 就算不血也一定会被丢掉吧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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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哧 木木警官其实你都看到了吧 其实你一直在等这一刻 在等老科射 但他还是小作配合 柯兰老弟 你不会用 柯 柯兰 你是沉睡的小五郎 刚刚都没看出来 鉴于没有多余的嫌疑人 柯兰开门见山 七神凶手就是眼镜姐 原来 其实小美买了两套衣服 这才是关键 而眼镜姐为了掩饰这点 在盘问销兽时主动插画 一下子把重点转移到 买的人里没有她 接着就紧急离开 让销兽尽量不要再补充 销兽赶紧补充 没错 那个小姐确实买了两套 如此一来 作案过程就很好梳理了 原来 昨晚眼镜姐和小美 先约好今天要用闺蜜妆 织哥特罗莉闺蜜妆混接 然而碰面后 眼镜姐就把小美勒死在了公园厕所 这时眼镜姐就用小美帮她买的衣服 扮成哥特罗莉的样子 来到咖啡厅 醒目的模样 果然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时 她就用事先准备好的 以前从咖啡厅偷来的 并招待过小美的水杯 替换成了咖啡厅给她的水杯 因此水杯上有小美的指纹 几分钟后 她就出门了 然后在附近换成上班族眼镜姐的样子 再次回来咖啡厅 这时 她故意打碎水杯 一来是为了擦拭座位 掩盖没有小美指纹的事实 二来是为了让店家不要洗水杯 而直接扔掉 这样就能证明水杯上有小美的指纹 但是如果扔的时间太久 碎片又会被垃圾车回收 所以眼镜姐就一直打小美的电话 希望早点有人发现尸体 目警官若有所思 现在那个时间人特别多的厕所 也是这个原因 目警官开笑了 可惜还得是刺身这群人发现尸体 眼镜姐仍要挣扎 推理很有趣 可是说我是凶手 你到时候拿出 有证据 就在你的左手手腕上 原来 眼镜姐方才看时间时吓了一跳 是因为看到了手臂上的伤痕 那是她在行凶时 被死者挠出的伤痕 要不这个就叫柯南线吧 听者就贺人 柯南解释 眼镜姐发现后 就把小美的夹指甲剥掉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很难找到证据 但是有一个东西 却是眼镜姐短时间内无法出去的 那就是被挠破后滴落在厕所里的血迹 滴滴滴滴 刚目的电话来得及时 原来她听从老大安排 已经联手见证科 在某隔间一个格外干净的纸筒上 找到了血迹 原来 那个发现尸体的隔间并不是杀人现场 眼镜姐是在另一个隔间里行凶时 血迹不顺滴落在了纸筒盖上 比如说她只好临时擦干净 换了个隔间放尸体 看来这个厕所人多时特别多 人少时她是一个都没 眼镜姐承认了最近 口气却并无心虚 随便吧 反正我什么都被她抢走了 眼镜姐到来了动机 最开始是20岁那年 我莫名其妙就失去了男友 失忆之时 工作也突然弄丢 接着房东陡然翻脸 将我驱逐 随后朋友也宣布离去 这闺蜜拿的什么剧本 看霸道总裁小娇西的时候 不小心拿了霸道总裁的剧本 绝望之时 唯有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美 伸出了援手 她介绍我去她爸爸的公司工作 还让我和她住进了同一间公寓 其实我很感激她 直到最近 我才知道我的遭遇 全部都是她在背后一手操纵的 故意害得我一无所有 为什么啊 不知道 也许她想让我死心塌地的 跟她在一起吧 因为她的好朋友 就只有我一个人 看到没 并交还是闺蜜版 这让科老都避卖了 升华不能 果然还是青山会玩 老贼表示 青梅竹马血多了 而我也想试试七行的爱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你对朋友爱得多深 在你损害他利益的时候 你就没有再把他当朋友了 当然 在并交眼里 这都是为了你好 所以 大家三连勾起来啊 这都是为了你梦好 再见